HELLO 大家好,我是龍來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呢 就是很多觀眾一直在敲碗 為自己很認真的在思考 這個系列到底該去如何做一個拍攝喔 沒錯,今天這一集我們要來介紹的呢 就是我們要如何去挑選符文喔 那說實在的啦 挑選符文這一部分我其實思考了很久 因為每個玩家每個程度每個時間點 你所要挑的符文根據你的包包 根據你所缺的符文 你的挑法可能都會有所差異喔 所以在這個地方其實 你要說要我直接給你一個標準那其實很困難 因為我這邊我的標準 可能對於中期玩家或者是新手玩家來講 是一個極高的挑選標準 但如果今天對於一些紅二、紅三的大神們來講 他可能覺得說 有一些我會留下來的符文 他們可能就覺得這些符文根本就是垃圾 根本就不用留下來 所以對於符文這一部分喔 真的很難去做一個量化的標準 說哪些符文該留哪些符文不該留 所以我後來想了一想 我最後決定 那我們不如就怎麼樣 我們不如就從符文的種類開始講起吧 那首先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呢 就是巨人地下城的部分喔 那巨人地下城他會掉的是絕望、祝福、猛攻、刀刃跟迅速 所以我們先來瞭解一下這五個套件 這五種符文的特性 再來告訴各位應該如何去做這些符文的挑選喔 首先這當中在目前的體系之下 我必須老實說祝福符文算是比較少在做使用的 而這五個符文當中喔 最熱門應該說他是玩家在絕大多數需要的一個套件 就是迅速套件 再來呢應該就是絕望 其次才是刀刃跟猛攻而祝福是留到最後位 迅速符文的部分呢 畢竟天下武功微快不破 不論你是在前期、中期還是在大後期在RTA 甚至你今天打到SWC的這個世界賽了 你的先手權都是一個決定你是否能取勝的至關重要的一環 我自己覺得啦 在挑選的部分喔 迅速符文我自己會在前中期的標準是低 但在中後期我給到迅速符文的標準 就會比起其他符文還要來的嚴格許多 而其次就是絕望 這邊先來提一下這幾個 這幾種套件的附加能力大家應該都是一目瞭然 那稍微提的地方就是 這些數值呢都是加在 這個體力啊攻擊力啊攻擊數值都是加在白字身上的 也就是說我今天是100數就是多25數 並不會因為我綠字加了100數加了200數 而多出其他的這個速度加成 並不會他是直接看白字的部分 第二個呢是這個暈眩綠的部分 絕望符文的暈眩 他是不看抵抗 這點很重要喔 絕望符文他的暈眩是直接 我今天期望值就是我沒打4下就會暈倒一下 不用管我的命中也不用管敵方的抵抗 我今天就算0命敵方就算擺抗 我一樣期望值就打4下會暈倒一下 這就是絕望符文他很強大的地方 所以在使用絕望符文的時候 如果你的角色並沒有其他需要看命中 單純是因為你的群體 你的範圍攻擊或是你的1技能有這個群體攻擊的話呢 使用絕望符文你甚至可以不用撐到命中 就能讓你的這個絕望符文發揮到一定的價值了 而猛攻的部分的話我自己就會覺得啦 可能你的攻擊水平 你的基礎攻擊力 我自己也挑選標準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什麼樣的魔靈要裝猛攻符文 可能就是我的這個白字攻擊加在800以上 就是屬於一個中前斷斑的水平的時候 我才會去使用到猛攻符文 否則畢竟他是加在白字身上 如果他的這個基礎攻擊太低的話 這35%的攻擊不就很浪費了嗎 我不如去選擇裝這個激怒符文 選擇這個爆傷喔 這個效益可能會來的更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就這5套符文 來做一個基本的講解的時候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絕望符文的部分 絕望符文的使用我自己是這樣想的啦 首先因為他無視抵抗的素質部分 所以這樣的角色只要有群體攻擊 都可以去做到一個使用絕望符文的部分 就算是這個火卡他的2技能有群打 他的3技能最後一段也有群打 這樣的角色就蠻適合去使用到一個絕望符文的 或者是像火精靈他的3技能也有一個群打 他本身有一個持續傷害 等於說他的3技能他如果裝了絕望符文的話呢 他的3技能就會變成有毒又能暈眩的一個技能 這也是一個 絕望符文他就是一個可以針對群體技能大幅度buff 那對於單體技能就真的是很... 我自己覺得啊 幅度算是很小的 第二個呢是多段攻擊喔 無論像是我們的這個水刺客啦 他的這個3技能最多可以打到7次 或是水狼人或是什麼角色 只要他是這個多段攻擊 他只會判定一次 並不會因此而判定多次 這是絕望符文的一個特性 請大家稍微小小的注意一下下 所以這邊就已經先衍生出一點了 什麼樣的角色適合使用這個絕望符文 多群打技能的角色 第二個 什麼樣的角色呢 是他本身就帶有這個消狀態 因為如果角色帶有這個免疫狀態的話呢 那他就沒有辦法去觸發到他的這個絕望的暈眩 所以像是火仙人這種有群消 水泉王這種有群消的角色呢 他們的群消就是群打的時候 那這樣的角色就蠻適合去使用到絕望 因為他們這角色在做這個群消的同時 還能去做到一個機率性的暈眩 等於說他在群消以外 多附帶了這個不少的貢獻價值 當然也不是所有有群打有群消的角色 都去適合用到絕望符文 像火皮這個角色 我自己就覺得他比較不適合去使用絕望符文 為何 第一個 應該這樣講 除了火皮以外 還有水精靈這種角色 他們都是比較不適合去使用絕望符文的 原因有 二 一是因為他們本身技能可能就帶有一定控場能力 像火皮他的三技能本身就是消帶暈 那如果 我們假設他一開始就暈到的話 那他後面 他這個絕望符文的判定暈眩是不是就沒有價值了 而第二點呢 是什麼 就是這樣的角色他其實比較適合 就是他本身就有消帶暈的能力了 那為何我們不直接使用到迅速符文 讓他可以達到最高速做到一個先手 畢竟使用絕望符文你就會犧牲到部分的速度 可是如果你使用到迅速符文的話 除了你可以在出場的時候有高機率可以先手以外 敵方在這個進攻的時候 他也會多了更多的不確定因素 防守並不是要求你防守率要多高 而是讓對面有機率翻車就可以了 那你自己想想看 是對面是這個進攻方先手比較有機率翻車 還是防守方先手比較有機率翻車 很明顯防守方先手比較有機率翻車嘛 所以如果火皮作為防守方的話 他先動有機率暈到就是轉 沒有暈到也沒關係 如果對方先手他可能打一波火皮就直接登出 或者是被冷卻等等他三技能不能使用 就算他能消帶暈又如何 我的技能使用不出來 那就是沒有效果嘛對不對 那水精靈呢 並不是說他不適合使用絕望 水精靈的話因為他的三技能是冰凍 那可以跟絕望同時觸發 也就是說他等於是有兩次的控場機會 但是水精靈應該這樣講 他更適合去使用暴走 因為他的2技能的5尺退條 3技能的控場緩速 這兩個搭配的情況下 裝上暴走符文對於水精靈這個角色 可以給到貢獻的我覺得會是更高 當然啦如果你說你的這個暴走符文很不夠 而你的絕望符文真的剛好多出很多 你要說給水精靈裝這個絕望符文 可不可以 可以 那只是我自己覺得 某些角色就是會有一些符文更適合他 某些角色會有一些符文比較不適合他 那並不是說真的不能去做到使用的部分 所以這邊基本上大家應該已經注意到一點了 以上提到的這些角色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什麼 幾乎都是要高速行動 所以挑選絕望符文的第一個標準應該就是什麼 就是速度了 當玩家手上的絕望符文足夠好的時候 搞不好有一些如果你的符文跟對面是有一定差距的話 或許你的絕望符文還能跑得贏對面的迅速符文 這也是可以讓一些角色變得十分可怕 包含像是光魔劍啦 像是火奧啊 火仙人水泉王等等的 他們裝了絕望之後 都有一定蠻可怕的貢獻能力喔 那除此之外 其次會怎麼選擇 其次的話其實選擇性就比較多一點了 那我會把第二順位放在什麼 體力跟命中 因為去使用到絕望符文的角色 多半是走什麼 多半是走一個控場 而且因為會有AOE技能 裝這個絕望符文才會有效益嘛 而大部分的AOE技能 並不是單單只有傷害 而會有附加的一些負面狀態 這時候命中效果或許就可以給到 這些群打技能一定的幫助 像是光魔劍啦 像是水泉王2技有效啦 或者是火仙人3技有效 這些角色都是需要吃命中的 所以我第二選擇通常會是命中 而且因為他們都是這種控場角色 然後站在場上越久 我能給到對方的不確定因素就會越大 所以體力會是我的第三個選擇 那應該說體力跟防禦會是我的第三個選擇 當然啦這不是絕對 有時候如果你要給到這個火龍 或者是這種光鬼舞者這類型的角色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多一點這個暴力爆傷或者是攻擊的部分 當然啦光鬼舞者可能體力跟這個抵抗更為重要 所以在少數的魔靈 你的絕望就算沒有速度 只有抵抗只有體力 只有攻擊也是能夠做使用的 像是我們的光鬼舞者 他就適合什麼 就適合那種衝得很極端高抗星 因為光鬼舞者畢竟他的被動技關係 擺抗光鬼舞者就是一個很煩人的存在 然後所以光鬼舞者你的速度真的不用到太快 因為他被動技能就會一直去做一個行動了 我自己覺得光鬼舞者 抵抗體力攻擊跟這個命中的部分 反而比起他的速度更為來的重要 當然啦如果有一點點速度對他來講會更好 而另外一個角色呢就是我們光瑞琦 光瑞琦因為他的這個被動技能特性的關係 甚至他可以說是唯一一隻 你裝了絕望符文 二技能一技能能夠加減暈眩的同時 完完全全不需要去撐到速度的 所以如果有衝到那種很極端的絕望符文 像是這種衝到什麼體力百分比 但是衝一個32抗嗎 你說要把他換掉嗎 其實感覺有點可惜 這種衝得很極端素質的 我就會把他留下來 那這一顆其實就給到這個光瑞琦 就算是一個不錯 因為就很容易可以把他們撐到百抗 那低速的特性也可以讓光瑞琦的被動發揮的更好 那再來呢我們來介紹的就是迅速符文 迅速符文挑選就真的很簡單 速度為標準 基本上前期我會建議就是可能以至少有12速為主 就是你真的是在... 如果你硬要我抓一個時間點 可能就是你在有20隻六星角色以前 你的挑選迅速符文標準就是 只要你有12速就留下來 那到了中後期我自己就是以一個至少有16速為標準 那如果你到了後期的話我就會以 18速以上為標準 因為迅速符文這個符文很明顯他就是要什麼 他就是要速度 其次一樣 體力 命中為主 因為迅速的角色基本上都會是做一個開場的... 先手的...要嘛體調 要嘛就是什麼 消狀態或者是這個...上狀態的部分 而後續的兩者都是需要看命中的 而這個如果是體調的部分 就是要有極高的速度 那這類型的角色可能都是走一個輔助類型 所以走一個體力啦 走一個防禦跟命中抵抗的數值 可能對於迅速符文的挑選 是一個比較有價值的部分 所以迅速符文我自己覺得 挑選上面就很簡單 就是以速度為標準 七次再來看看 那迅速符文也可以給到一些有吃速度的打手 我們之前有提過什麼樣的角色裝迅速符文的效益是比較高的呢 就是這個...當你的基礎速度大於107的時候 裝迅速符文的效益會是比較好的 當然如果你今天是要拚這隻角色的先手的話 那無論你的基礎速度多少 都是拚這個...都是裝迅速符文就對了 所以像是如果你要走一個這個... 速刷陣容的這個狗狗的話 先說這個速度太慢了 太慢了 如果你要打來做這個公會戰進攻 巨點戰進攻的狗狗的話 我覺得迅速至少要加個170-180的 火狗狗才會比較標準 那如果是這類型的角色像這種火狗狗啦 或者是其他這種可能要速度的角色啦 或者是一些... 呃...吃速度的打手 像是什麼... 呃...水衣啦...光衣這類型的角色 裝上迅速符文 然後附屬稱攻趴暴率也未嘗不可 那當然水衣裝暴走的效益可能會再好一點點 那光衣如果去搭配火狗狗的話呢 其實迅速符文可以讓他的1技能的傷害變得非常的無情 那再來呢猛攻跟刀刃符文這兩種符文 我基本上想要把它放在一起講 那當然我們先來講到猛攻好了 猛攻符文我自己覺得挑選標準相當簡單 就是什麼... 就是有攻擊的 他的挑選標準很簡單就是什麼 有攻擊 有速度 有暴率 有暴傷 其次再說 基本上都是以這4條屬性為主 因為猛攻符文他就是要傷害 除非有像這種體力真的衝得太高 或防禦真的衝得太高的符文 那我可能會稍微留下來給一點點的尊重喔 那不然除此之外 只要你的... 只要我的這個猛攻符文 在攻擊、暴率、暴傷速度以外的屬性 衝到可能兩次的話我就會直接賣掉 衝到一次可能要看剩下的這個數值跳的怎麼樣 我再來做決定 那基本上我要的屬性 攻擊、暴率、暴傷速度至少要跳兩次 我的猛攻符文才會留下來 那當然刀刃符文的部分 我自己覺得他的自由度再更高一點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刀刃符文的部分呢 他是什麼 他主要就是要暴率的部分嘛 那暴率的部分呢 有兩種角色會需要暴率 第一種 一般的攻擊型打手 就是這個像是什麼 瘋醜啦 像是什麼犬神系列啦 像是什麼火馬 火龍旗等等 這種一般的攻擊型打手的話 那他們挑選的屬性就是什麼 就是大家現在面板上面看到的 速度、攻擊、暴率、暴傷這四條為主 當然有另外一種是什麼 有另外一種呢 就是這個防打類型的角色 那防打類型的角色像是火柯柯、封鎧甲、封犬神這類型的角色 那他們呢 都是同時需要暴率 又需要防禦 這時候我就會把攻擊替換成防禦 當然像火柯柯、封鎧甲、封犬神這三種角色 雖然他們是防打角色 但他們的技能其實是攻擊跟防禦都要看中 所以如果我有某些刀刃是 有防禦 然後帶有攻擊、暴率、暴傷這樣子的 他可能沒有速度也沒有關係 因為防打類型的角色基本上都會搭配到一個 拉條角色去做一波流的輸出 所以沒有速度到還沒關係 只要我有暴率、暴傷、防禦、攻擊 只要他的輸出足夠就可以了 所以某些這種防禦不錯的刀刃符文 就可以拿來給坦打做使用 所以刀刃符文其實就分成兩個部分 就是gay坦 給防打 跟另外一個給一般的攻擊型打手 這兩類去做一個挑選 那他有像是這種比較 這個素質 大家有沒有知道 這個素質衝得非常好 那就可以給到一些需要暴率 然後他也需要生存的打手 去做一個使用 那這地方也稍微提一下 就是二號速度的部分 他的這個挑選的自由度 就會再高一點點 因為他可能 你可能是猛攻符文 但衝到體力、衝到防禦 那也沒關係 因為有一些角色可能 他吃攻擊 但是他能站在場上越久 這個角色的表現會越好的話 那這類型的二號速度 就可以去給到他們身上 然後讓他去做到一個 在戰場上的生存能力更好的部分 最後一套就是這個祝福符文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祝福符文已經跑到非常非常後面了 因為祝福符文說實在的 在中後期 使用到他的機率真的很低 我自己只會留下來一些傳說符文 或者是一些屬性 真的衝得不錯的 我可能會留下來稍微看一下下 當然要賣我也會從這邊開始賣 祝福符文在現在的META來講 真的能用到他的機會 不太高 只有某一些角色 他真的是需要很多體力 像是我最近才剛配好的這個水大象 他需要體力 我可能就會去給他一個祝福符文 又或者是一些本身就會吃體力係數的打手啦 那再來呢 就是一些可能PVE的角色 但這個光泉神我沒有裝 但光泉神如果要使用到祝福符文 也是可以的 就是一些PVE的角色 很不錯的祝福 就可以裝到他們身上 然後讓 就是把這些殘餘價值 就是我自己最喜歡舉的例子嘛 像是這顆符文 你覺得他衝得好不好 很好 那祝福用沒有到 很難用 但是你要不要留下來 這種衝得很特化的符文 我基本上都會把他留下來稍微看一下下 就是 這些 某一條屬性衝得特別好的符文呢 他可能給到主要角色他們用不到 但給到一些二線三線角色 他卻可以給到一個 這種符文可以給到這些角色身上 不錯的貢獻的時候 我就會選擇把他留下來做一個使用了 所以祝福符文我的挑選基本上是 衝得非常好 那或者是 一樣 某一條屬性特別突出的情況下 我才會留七次全部賣掉 所以這當中啊 我自己覺得祝福符文應該是我的挑選標準最高的 因為他是我最少去用到的 那標準最低的應該是迅速跟絕望 但是迅速算標準低 但是他的挑選數值的條件卻很嚴格 畢竟迅速符文我就是要速度 沒有速度的迅速符文沒有留下來的價值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次巨人地下城的五種符文的一個基本挑選 當然我沒有給到一個絕對的數值 說你應該如何去做這個挑選 你說我除了迅速符文以外 其他符文我真的沒有說 你的這個體力要加多少 你的這個攻擊要加多少 但我們可以給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舉個例子 六星符文的體力呢 他的這個浮動值是多少 他的浮動值是5到8% 那如果我今天衝了兩次 假設我今天衝到加6 不要我們今天衝到 就衝到加6好了 我的體力只有多少 我的體力如果只有15% 代表什麼 代表他跳了三次底值對不對 包含一開始的底值跟跳了兩次底值 這種要不要留 這種我會直接賣掉 為什麼 因為他跳了兩次底值 比不上我跳了一次 我跳了一次的頂值 8加8 16% 這樣的符文我也會把它賣掉 或者像迅速符文 他的這個跳速度的部分是4到6 那如果我今天加9的時候 我今天加6 然後他的這個速度是什麼 他的速度可能是13 14 比不上什麼 我只要跳兩次頂值就有12了 那這樣的符文我就覺得他浪費掉 我就會選擇直接把它賣掉 當然如果他是一顆傳說符文 他是一顆橘色的符文 我還是會把它衝完 因為搞不好 他可能一開始加13 那後面兩次的速度都跳到頂都加15的話 那總共加25 絕對是可以做使用的嘛 那他如果今天只是一顆紫符的話 我可能就有很高的機會會把它賣掉 當然紫符如果是有速度 我還是會把它衝到加9 看看怎麼樣 但如果第一次 第一次衝完之後 如果衝到加6 他的速度就只是8的話 那我就會預期 即便我加9我第三次跳的是滿也只有14 那不如我的藍符直接衝滿是18還要來的爛 我就會直接直接把它賣掉 所以在衝符文上面這個挑選標準也可以依照這個 跳的數值好或壞來做一個挑選的準則喔 當然最後還是不可避免的要講 依照你的進度不同喔 各位挑符文的嚴格程度就會有所不同 而且也會依照你身邊所缺的符文 而決定哪些符文你會更需要留下來衝看看 像是如果今天你很缺爆傷的話 那可能你的這個 4號只要看到爆傷符文 你就會稍微把它留下來衝一下 看衝得怎麼樣 只要看起來可以用 就把它留下來 那如果他今天是這個 如果你今天缺體力 那可能你只要看到體力 有個速度你就會把它留下來衝一下下這樣子 最終要怎麼留符文 還是依照第一個 你缺什麼樣的符文 第二個你的進度到哪裡 才能做一個最後的判斷喔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的這個挑符文的部分了 那我自己覺得我沒有把它講得很詳細 畢竟這東西要針對全範圍的玩家講到很詳細 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是走一個基本觀念的部分 那希望大家可以用這些觀念做一個這個 拿來做一個挑符文的標準 好啦那我們影片就大概到這個地方 告一個段落囉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